再來鄉親啊 不能想說只有五歲以下 有孩子才會得到戴上白毒 維吾布直觀書 公佈到國內 再來增加三個戴上白毒 變化的重症 其中一個是十七歲的高中生 他是感染到克莎齊 A六星的白毒 來變化到冠鹽跟蝦鹽 是等一等三個禮拜 所以就算是大人 也要注意這個戴上白毒 北部十七歲的男性呢 是今年年紀最大的感染 長病毒病發重症的個案 那他本身是一開始的症狀 也是發燒 泡澡性 腋下鹽 就是市場病毒病發重症 那他本身是一開始的症狀 也是發燒 泡澡性腋下鹽 跟手足口病 那不過後來有出現一些 就是市場病毒 致肢無力的這個狀況 那經過住院治療的過程中 其實有一度發生 就是呼吸比較急促 然後血氧下降的那個情形 都已經十七歲 還要染到長病毒 而且病發重症 這種案例很可憐 今年超過十歲 就長病毒病發重症 也只有兩磊 另外一位是十四歲 又中生醫師提醒 就算是大人也要勉強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 是感染長病毒之後 併發重症的高微性群 可是也不排除說 五歲以上的大人 其實也是有感染 所以其實是有感染 之後然後病發重症這個可能 生化要力大 那就是加油 地獄要下降 那就是環境 剛好適合病毒的生態 都有機會病發重症 好有也是要 家裡人很多公共中床 一定要掛嘴 回家要麻煩換衣服 跟團結的方向 好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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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會聽到